是這個黑雞山 有 黑雞山帶你來七頭囉 新港的鳳梓球 大家如果來這裡 都一定要來幫我們 馬祖定拜一下 5 4 3 2 1 是要玩哪一遍 你剛才就五四三六一 你現在還在五四三五一 用幾百 到你什麼啦 什麼啦 你怎麼會這樣 這王子你怎麼會這樣 不好意思… 還沒在那畫怎麼會這樣 你先把你錄影看 我怎麼有四三五 沒有 你會感覺到那個湯頭的湯底 有花生的香味 後面對著來是賣掉湯的豬 甘甜甘甜 吃新港湯要散 5 4 3 2 你這樣亂的嗎 沒有啦 我要介紹新港湯 我這樣錄影 我在畫 5 4 3 2 你這邊還畫一幅5 4 3 2 我一句我不對 我們的攝影師給我忙 沒有 我現在介紹 我們新港的第3 新港湯 吃新港湯要算5秒 不不就這樣就5 4 3 2 2 對啊 你不要算5秒 來 我告訴你一次怎麼算 5 4 3 2 1 來 這個湯頭的香味 會慢慢走出來 那個湯頭的香味 我們現在就稍微在第5秒的時候 再來 對 後面對著來是賣掉湯的豬 有沒有感覺到 甘甜甘甜 現在很多年輕人吃的湯都很甜 但是都是新港湯 賣掉湯 甘甜甘甜是一種肥甘的一種味 所以我現在就說 吃新港湯要算5遍 我前幾次聽到吃湯就倒數了 這廚名真的不錯 啦 餘辛貝 薄家